嗨大家好,我是崩妈 今天有点小激动,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紧张 激动的是陕西电视台都市快报的要做一期在家过年的专题 崩妈有幸被选中,让我做几样拿手菜 天天做饭要说拿手菜呢,我还真是想不出来 他们要来家里拍摄,我哪见过那阵仗呀 估计到时候手都打哆嗦 就怕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有时候家里来客人该到秀厨艺的时候呢 反正多少都要有那么一点食物 因为太想做到完美了,往往都不尽人意 我就想着要不来个最简单的 蒸一锅花样馒头,寓意也好 简单,食物率还低,你们觉得咋样 或者在崩妈往期的视频中 你们觉得我做的哪道菜最好 可以提议让我参考一下 希望这次的活动我能给点力,可别搞砸了 今天的午饭,我要做几道简单的家常下饭菜 把虾剪掉虾须,虾腔和虾角 调出虾线,再开背 用刀背稍微剁一下,剁平整一些 你要把妈妈剁散呀,你会不会弄呀 会 够了没 可以了吧 能不能扣住 好玩不 妈妈 我最 你最棒呀 你最棒 今天多亏有免费劳动力帮忙 准备工作,提早完成 冬天 冬天我特别喜欢做砂锅菜 热热乎乎一大锅 砂锅不放油,把白玉菇和白菜放进去 再把煎好的豆腐也摆上去 锅底刷一点油,润润锅 把五花肉下锅,煸炒出油 炒香,葱姜蒜后,加上两勺的豆瓣酱和一勺黄豆酱 朋友问啊,就是黄豆酱和豆瓣酱的区别 其实最大的区别是黄豆酱的原材料 那是黄豆,豆瓣酱是蚕豆 豆瓣酱的口味稍微偏辣一些 黄豆酱是酱香味浓郁,咸中带着甜 炒出红油后,把鹌鹑蛋放进去 一起煸炒 煸开后,加上盐,老抽,生抽,蚝油和胡椒粉调味 开小火,炖煮10分钟 哇,打开盖子香味扑鼻 撒上葱花和青红椒 咕嘟咕嘟的这一锅,也太下饭了 鸡胸肉切成小丁,加盐 料酒,蛋清和老抽,抓匀 最后再加上一勺的淀粉 来上一点点的油 锁住水分 客气聊 哎,你很小心 大金 edition 它ου 你喝奶 German 我们喝奶包 您给我说你是咋 你为什么要给你爸爸打电话 你会因为打电话 对呢 给爸爸打电话不 打不打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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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做饭了嘛 好不好 行了行了行了 行了行了 给爸爸打电话不 打不打 好了好了行了 妈妈做饭了来不及了 太操心了 刚才地下有水 孩子滑倒了 腰那个磕到板凳上了 都清了一大块 哎 那也没办法呀 孩子得快 饭也得做 把鸡胸肉下锅炸一下 以下宫宝鸡丁的料汁 是两片鸡胸肉的料 四勺料酒 四勺生抽 两勺醋 两勺白糖 两勺蚝油 两勺淀粉 再加小半碗的清水 这里油热 炒香葱姜蒜 干辣椒和花椒 做川菜少不了的豆瓣酱 加三勺 炒出红油后 先把红萝卜倒进去 先翻炒一下 我依次倒上黄瓜丁 鸡胸肉 料汁和花生米 公保鸡丁的家庭做法 就这么简单 主要是料汁 这个配比酸甜度刚刚好 妈呀 牛仔干啥呢 捣乱了 呀 捣不够了 你干啥呢 你在这干啥呢 妈呀 我的天哪 哎呀 赶快赶快 妈妈收拾 你去玩去好不好 啊 好 你去外面玩去啊 中小火把蒜末和红椒末下锅炒 炒这个蒜蓉的火呢 一定不能开得太大 容易炒糊 就会发苦 捞这个蒜末呢 已经微微的发黄的这个程度 微料也简单 加上蚝油 盐 糖 和一点点的蒸鱼豉油 这一道菜简单又大气 就是蒜蓉 粉丝蒸虾 真的是给自己找活干 虾一个个开背 再摆上去 太佩服自己了 前几天还说 买了50块钱一斤的高价侠 最近都没有便宜的 都是在50块钱往上一斤 春节前菜篮子涨价有点猛 浇上蒜蓉酱 也多亏了我这十几个学生 人少 还能干着戏法活 学生已经回来了 我也乱套了 应该提前把粉丝 拌点蒸鱼豉油 拌一拌 粉丝更入味 都搞忘记了 最后淋上一点点吧 再来一张合影 今天的五个菜 还有枪拌土豆丝 和每次都炒得不好吃的 菜花西红柿 菜花还是干锅的最好吃 但是家里的气还是跟不上 炒的就跟水煮的 撕虾上锅蒸五分钟 你们觉得做这道菜怎么样呢 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 大家都会做 我在美国 阿姨要点个虾 你不是还有两虾吗 今天下午吃 今天下午吃 一人两个 我贴力长东吃 你长东吃已经走了 我贴力长东吃 你再一个 你再一个 还要搞 你这人 然后都 你再加八个 偷拿一个 给我加粉丝吧 你要粉丝 阿姨我也要粉丝 我不要 这来点粉丝 这来点粉丝 你们要下去吧 刚才有些没什么 你不要下去 她下个粉丝会好 夏你要吗 不要 好 给你再加一个粉丝 我要粉丝